赛赛总统宣布将义务一忧四个月延长为一年后 美国政府随机宣布对台军售1.8亿美元 提供最新的陆上机动布雷系统 不过让人担心的是 如果台湾沿岸真的布满地雷 成为符合美国要求的抗中刺猬岛 台湾会不会变成像乌克兰一样的战场 会不会变成像过去金门一样的地雷无人区 这次美国出售的陆上机动布雷系统 是反坦克地雷重型运输车 一次可以再运960枚地雷 40余秒可以完成布设 但是这套系统停止使用20余年 2014年乌克兰爆发战争后 美军于2017年重新启用这项系统 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 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奥远 向法广中文王表示 机动布雷系统其实是在解放军 假设登岛的话 国军会有能力在海岸线上面 部署大量地雷 让解放军卡在滩头上上不来 这个东西目前不会改变两岸现状 因为它是个准备新武器 它只是把讯号传递给人民解放军 夜药员指出布雷系统仅仅是一个下阻 夜药员指出 之前台湾买了很多不对称战力 这些战力都没有延伸到 假设解放军登岛的话 国军会怎么准备 现在这个布雷系统其实就是个下阻 跟中国说 你登岛的话 你战争的花费 解放军的死伤会非常严重 他主要是要送出这个讯号 不过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在脸书反问 我们台湾真的要打不对称作战了 甚至要打乌克兰时作战了吗 真的吗 杨永明曾于民国87年5月11日 在联合报发表一篇讨论反地雷运动的文章 没想到24年后 台湾土地却可能成为雷区禁地 杨永明在脸书上发表 有关陆上机动布雷系统文章 杨永明在要花朵 不要地雷 爱好和平的人道关怀的文章指出 依据联合国有关地雷的资料 金门1950年代 也曾经使用许多地雷作为防卫之用 当时地雷部署地区 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军事基地附近 距离最近民家仅有500公尺 杨永明引述金门县残障福利协进会的调查 金门至少有30人以上因误出地雷而死亡或伤残 国防部所有进行清除地雷工作 编列三亿四百万预算 分三年执勤 但是要全面清除金门县有地雷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此 杨永明建议 一 在理念上 政府应公开表达 支持国际反地雷运动和主张 并告知相关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此项立场 二 在政策上 政府应表态支持全面禁止地雷条约 不仅愿意签署该项条约 且支持国内立法通过类似法案支持该项条约的宗旨 三 在做法上 政府应支持不生产对人地雷 或任何具有类似效果的武器 并且支持拆除地雷工作 且应进一步推动金门全面清除地雷工作 四 在教育上 国内教育也可极有国际反地雷运动 推广国人增加对于国际事务的认知 生存环境的重视 以及人道勤操的养成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